山徒儿为南台湾带来惊人的风雨 像是在台南的黄金海岸 这里也出现了至少4米以上的浪高 海滩都已经被海水给淹没 而这个喜树沙滩步道呢 水也淹到了脚踝 而今天上午刚才有提到 也刚刚好是大潮 安平渔港附近的民众很担心 又会再次发生海水倒灌 所以早早就把东西给垫高 台南沿岸一片灰蒙蒙 完全开不出来 来这里是黄金海岸 山徒儿来袭一早岸边已经掀起 至少4米以上的大浪 汹涌浪花把整个沙滩都吞噬 水甚至还漫到一旁步道 台南黄金海岸一早的风雨增强 大雨更下个不停 通往洗漱沙滩上的步道 积水更腌制脚踝 风雨招架还是有民主冒险到海边关浪 时机阵风来袭雨伞都快被吹开 只能蹲低身体稳住重心 现象还生 周四南部风雨明显再增强 又适逢大潮 安平渔港前天就淹了至少30公分 海水上午已经跟码头齐平 台湾天每年都会淹到码头 浪大就淹到这里了 坐到上面比较高的地方 只好把东西都垫高减少损失 同样淹怕的还有安南区 家家户户早早用沙包挡在门口 在门口够起来 买百包啊 拿到我自己也没刷包 美风大雨 碧烟水 沙包 挡水板 抽水机都出洞 最大风雨还没来 南部地区如临大敌 记者李承宁 黄明镇 台湾报道 还没法 可以 谢谢大家